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说他会继续去情绪 所有杀过我们以色列对我们不友善的人 伊朗说报复啊 你快点吧 其他事情我们不要理着 老实说 我们永远说服不了那些左交啊 你说问我以色列 你知道是萧生城也说 以色列人杀了一千多人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屠杀人啊 现在国际社会也在譴責你啊 因为特律专家也说要暗杀人是恐怖主义啊 是啊 你暗杀什么人呢 我先讲讲老少爺 他找那些外国的领袖 去评论他的理论人物 理论是多对 那说真的 你问我 说到打仗 玩这些手术 其实平民就永远是无辜的 不用说的 你问我巴勒斯坦的孩子 刚刚在拖子有个BB 或者三岁五岁 当然是不对 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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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认同 要谈的 一定是大家 没办法的 但是 谈了几十年了 在阿拉伯的时候 伊朗那些 放下这些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你先不讲伊朗 真主党 也就是真主党 也就是真主党 或者先说哈马斯 他的钱从何来 如果我们觉得伊朗来 也肯定是 伊朗的钱从何来 你又不去说这些 在港的时候 不知道就是无能 我只是看到 今次可以这么精准 反而我不明白 如果这么精准 可以对付到 哈利亚 其实可以更精准 对付很多人 伊朗列也会暗杀 是的 不要说伊朗列 很多国家都可以做这些 有这个能力 这个世界上 我真的想和大家说 其实 这一招是很努力的 你老母 不要想起 你猜被你暗杀了 那些 我不知道 那些邪恶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会出来发为 那些平民很生气 哎呀 杀了我的独裁症 我很可憐 不管 不要紧 Anyway 老实说 你要狠谈才行 你想想 你稍微 那些死鬼 阿拉法 那些死鬼 阿拉法 稍微 又不敢抽 也不敢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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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他 放人次才说 那些人想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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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以为是看错 北部都会区 今年和明年 所谓的北部都会区 是硬的 那些人是否都会 我常常都会进去 我都知道 那些人想多久了 甚至在鹿颈里面 也有 古洞 那些人想多久了 明明大彩 如有休勝的 歡迎市民 就古洞北和 本命北新發展區 提出三文明明建議 以前也有這些 大埔就像花碟村 不是呀 但是堵你老母 我看見我嚇人 我做了兒童樂園 冠軍國獲得三千元 雖然現在環境不太好 只要一兩脾氣都要了 你給我起碼五萬元那些壞事 三千元 送你去麥當勞招牌 好不好 瘋狂的 得獎將會 用來為未來防衛會明明相關屋邨作貪考 當然是 當然不夠我們就好 你覺得不好 例如古洞粉嶺的和合村 當然是不老禮 那你就不算好 花蝶村也好 花蝶村也好 花絲村也好 你沒有東西的 其實是說遠的 我知道位置在哪 其實也很快的 現在的路 不過這班人就回大陸更快 你問我 比如說住古洞那裏 我真是 喂 你去年堂 兩元而已 你說去年堂 兩元而已 你的時間也要一小時 在那裏真的爆發聲 真的十分百分鐘去到的 很方便 簡直是天天都可以在 大陸消費 救護 夜晚 大陸不用錢的 夜晚回到兩元回來 香港是多人 王后山村很多都是這樣 王后山村夜晚很多都是這樣 王后山村夜晚很多都是這樣 回到雜骨 醫管局這個緊急呼籲 其實這個病人也錄了一段聲音 有個50歲叫陳偉豪的男人 其實他10歲就確診了肥厚型心肌症 30歲那一年 即是20年前 就植入了心臟 徐箭器 但是5年前就開始出現間歇性的心臟衰竭 但是上個月開始越來越嚴重 左右心室都要植入了輔助裝置代替了心臟功能 但是 因為這樣有血塊積聚和感染的 凌發風險 現在 現在 只能夠及早接受心臟移植 他本身 也在排除 移植心臟 現在排到第一位 醫管局就呼籲 香港人 如果出現了 有親人離世可以考慮 眷屬永遠都這樣呼籲 其實我也很遺憾這幾年人會捐少了器官 但是我覺得最少關注 由於 病人情況十分危急 除了積極在本地為病人尋找合適的心臟之外 也將儘快通過相關程序 向內地尋求幫助 看否 婦ió永遠都要穿或者能賠責器官後 就可以協調將器官跨境 捐贈到香港作出 加上 straining 在不斷強調 若不重要 結果 又在大陸找到的器官 那時候 醫管局 盧寵某都說 其實我們相互配對 純粹不要政治化 是要 幫助多些人 況且 香港700多萬人 上面十多億人 他們要求的器官去配搭給你 配慎到的機會 是大過700多萬人 配搭給他們十多億人的人口 人口很少 他說應該本書大 但不要想下山三千次 但是 我現在看到 暫時 暫時我未見過的新聞說 我們的器官香港沒有適合用 要拿回大陸的 暫時我們有 既定的器官捐贈 但是繼續這樣下去 有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器官 是由 上面 捐下來香港 而我們沒有捐到 換不上去的話 又會不會出現 其他的政治效果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當然啦 你說這個真的是 很爭議性的 作為家人 或者我們就算不是家人也好 那當然是希望 無論如何 香港人只能夠一個就一個啦 他們家人更加希望 如果香港找不到的話 就希望有大陸的器官 可以幫到手 但是 現在的事情真的很神奇 如果我們去一下 這個 都可以是一種 真真正正的 真真正正的 政府要檢測 為什麼人們對你信任 為什麼會這樣 登記了 都要取消 好了 康喬之街的張建華 真是 真是活該死的 不過也沒有活該死的 他的惡行 老實說 能夠在 法律上有得搞的 就一定要搞的 話說現在 就不是搞他什麼 原來這個人 在2016年 就高院民事案 申請法援 獲批的 好了 這宗高院民事案是什麼呢 這宗高院民事案 是HCA16772014 是一個禁制令 這宗高院民事案 就是 經營康喬之家的 智友集團有限公司 2014年 就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要求 禁止張建華和他的弟弟 張建文進入康喬之家 即是說 2014年 經營康喬之家的 智友集團有限公司 其實申請過禁制令 禁止他們 進入康喬之家 其他事情不用說 其實一早 已經有人知道 不要說他的弟弟 張建文 張建華 一定是做了一些事 令到這間 激制營運 他們公司 覺得他不對勁 所以申請禁制令 肯定是 張建華 就在2016年 就向法庭申請 發援 沒有水 或者是有合資格 要拿法律救濟 沒問題 但是現在就被人發現 發援 他也沒有披露真實的財務情況 真實的財務情況 可能他的真實財務情況 都是用法援 不過總而言之就是沒有披露 你明明說你有多少戶口 四個想清楚 匯豐三個恆生一個 原來中銀還有一個 其實也是沒有真實披露的 當然實際情況沒有說什麼 提供虛假資料 所以 2018年就撤銷了法援 2014年 被人禁制 2016年申請法援 2018年發掘 撤銷了法援 撤銷了法援 到現在6年後 2024 就追究了什麼 麻煩你 撤銷了 把法援 為你支付的 重費 以及利息 他沒有聯名金額 我猜肯定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怎樣 中費 利息就不太多 肯定是六位措置 超過 一定的 這個 喂 你現在看得到死 這個人 張建華 張建華 賠錢 其實我不想講張建華 我想講講誰 因為我印象是林寶儀 證明他做得非常入氣 昨天這件事 人間真的有很多慘劇 我真的覺得 昨天在大閣做了一宗車禍 73歲老父 先被貨車撞到 貨車不顧而去 吸口 找不回 沒得走 不知道為何不顧而去 然後再給到下貨車後面 把車捲到車底 馬上走得走 差幾歲 今天記者就發現 原來這個姓蘇的73歲富人 就住在這個橡樹街 但是他有兩個兒子 大兒子住軟石 因為好像智力有些問題 小兒子跟他一起住 也是智力有問題的 他們兩個 都是輪著去撿紙皮 撿垃圾 十方為生 當然環境很差 我沒有過賞 令到隔離左右 烏煙瘴氣也很難頂 記者上到去 就發現他這個小兒子 都對搭如流 可以清晰的 不過很明顯 都是 很困難 他說每天撿紙皮 大約可以買20元左右 偶爾也有些善心人會給錢 他們也懂得 去便利店買東西吃的 他是夠維持生活的 社署就說 這個是 他們跟進的國安 真的是香港的 你說我們要解決這個世界真是很無完美的 很有自治物業 理論上就有很多方法 不用過這樣的生活 例如安揭 買一層樓去租樓 有些人是未必認識的 真的未必認識 大兒子住院社 小兒子 其實都四十多歲 現在媽媽走了 都對搭如流 懂得去買藥吃 可以照顧自己 真的可以照顧自己 真是很懷疑 那 他現在這樣走了 我想都真的要社工 要介入 我不覺得他這個 智力有問題的兒子 所謂的事物 自己懂得去買東西吃 懂不懂得整理好房子 早上起床 洗澡 其實社會上真的有很多這些問題 好了 這件事我們上次說過了 我當然要跟進 因為我覺得 沒什麼問題的 哪件事呢 上次有個Madam 應該是阿正在的 在醫院大罵 在喝大兩杯 去看她老母 還打她老母 然後 有些醫護看到這個情形 就報警 通知當地的警察 警察就叫他們來 他們就叫他們冷靜 說 生氣了 你當我黃絲黑暴啊 那個是 臭字 我們不用她的表現 當然她的最經典就是 你們當我黃絲黑暴啊 我們上次解釋了 8月28日 裁決的 這件事 好了 辯方說不爭議當日被告 曾喝過最多兩罐啤酒 辯方說不爭議當日被告 曾喝過最多兩罐啤酒 但認為被告一直有條理 沒有四處奔跑 高聲尖叫 也沒有襲擊任何人 只是詢問警員原因 也不是語無倫次 所以法庭認為案發地點是公眾地方 行為都不構成行為不檢 另一個討論是 究竟是不是公眾地方 因為 進去那裏 是受限制的 要有家人才能進去 或者是醫護人員 一般人進入需要案名 職員許可 爭取這兩罐 我就不跟你 讓我做他的大狀 我就這樣爭取你告我這罐 在醉酒時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我沒有受過任何法律訓練 我一定會爭取 第一 這是不是公眾地方 第二他有沒有醉酒 第三就是行為不檢 都是三樣東西 醉酒我不跟你爭取了 喝過兩罐啤酒 因為那時候他不肯 記得我跟大家說 他不肯驗 當然他不是開車 他可以不讓你驗的 我不跟你爭取了 但那是否行為不檢 又沒有高聲啊 但是 我就真的想 奇怪了 警方找不到證據 還是有人放生他 他明明是說他打老母的 是吧 襲擊 為什麼不告他 現在這個地方律師還說 他沒有襲擊任何人 如果他沒有襲擊任何人的話 那就可能是 醫護人員報警的 是不是真的被騙你給人家交好工 報警 他明明是他打老母的 但是他不追究 我想這個機會是最大的 但是我上次說過 如果普通的動作 兩個孩子的事情 他們只要狠狠來勸 真的很少會報警 你肯定是很少職 醫護這麼有空要報警 你肯定不是說撕裏兩下 不是的 肯定是大了 好 休息